从航路直接过来的还是 从航路直接特地赶过来的 我们掌声欢迎 各位校友 谢谢 首先感谢我们北加州校友会 主持了这么一个隆重 充满活力的一个校友会 那么是我有机会跟大家 报告一下 我是自大医学部的 因为今天这个时间非常特殊 所以我就不多讲 我就讲两点 一个就是 正大医学明年是100周年的 叫做院庆 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 正大医学院或者以前老 这家医科大学的校友 所以欢迎我们 正大医学院的校友 明年回去看看 应该今年对不起 我们的时间是定在 今年的5月份 5月26号 是我们百年大庆的日子 所以欢迎 这第一点 第二点因为这个机会 机会很难得 所以我也想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现在正大学 建立一个医学中心 那么医学中心里面 有个很重要内容 就是医工结合 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各位 很多都是工科背景 是组织很多跟医学 可以交叉的技术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们等会时间里面 大家可以来找我 我们一起聊一聊 看看我们有哪些 可以合作的空间 那么最后说一句话 某校需要很多人才 希望大家可以学成的时候 回去为某校 做更大的贡献 好 谢谢大家 给大家留意 身体健康 那个 我们这个 专门从航空来 我们这儿有一个 Kindle Fire 你要帮我们抽个奖 是我们给我们 今天校友会的 看谁谁有幸运 你这个 这个幸运的手 抽了谁啊 我希望我们 Kindle Fire 第一个啊 幸运的手 首先给我们 最大医学的校友 好的好的 希望 看号码 80437 谁的这个 Kindle Fire 就是你的了 80437 第一个啊 Kindle Fire 437 437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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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 哈哈 哈哈 我自己抽到我 太太 这不是 不用我抽的 哈哈哈哈 这不是我抽的 这不是医学院的 他连折大都不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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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你 你把这个送给医学院的 啊 哪个是医学院的 上来领吧 你这个 他第一位 你还能做 这医学院的这个 要他们叫他们 站一下 谁哪个是 助客人学院的 站起来 给我看一下 哎 大家欢迎啊 还有老校友 在逐院毕业的 或者学习过的 还有就是说 已经是那个 嗯 然后我们找人 欢迎他们 谢谢 今天非常高兴 嗯 来到这里 我代表祝可真学院 向大家祝新年快乐 嗯 祝可真学院从1984年成立混合班开始 到今年是28年 2828要第二次发展 那么这一战呢 那么这一战呢 这个我们经历新年 龙年是要大折腾的一年 那么 那么借助这个北加州 这个北加州浙江大学院友会 我们在这里成立了 呃 那么这是第一步 那么这是第一步 我们在杭州 上海 北京 跟广州呢 成立了 国内的三 就是四家院友会 下周在纽约 成立 那个 就是北美 呃 纽约 祝可真学院的愿友会 那么在五月十号 今年的浙江大学是成立 呃 是 一百一十五周年 祝可真学院在五月十八号 要举行 全球的那个愿友的 就是总会 祝可真学院愿友大会 以及 祝可真学院的愿友峰会 那么这个 这个卓越峰会 所以说 呃 欢迎呢 各位愿友呢 有空呢 在五月十八号 跟全校的 呃 浙江大学的校庆时间是 五月二十一号 呃 是星期天 我们前 呃 就是 五月十八 十九 二十三天 举行 祝可真学院的愿友会 呃 最后祝大家 呃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呃 你别想 你愿意帮我们抽一个 是我们浙江大学的 专门的定做的 丝巾 呃 这个 蚕丝巾 很漂亮的 零八零 四三四 四三四 谁呢 四三四 四三四 八零四三四 诶 我做个广告啊 你看我那一大堆奖品啊 如果你们要去参加 因为每个人多了一张 但是你还是可以花钱在那买 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奖品可以买 可以那个参加那个Rawful TK啊 有很多机会的 我们还有iTattoo嘛 还有那个这个Xbox 还有这个OPPO的这个DVD Player 有很多奖品 这是谁的 这不要了 这个不能再抽第二个 下一个 那个谁 我来抽一 80241 我帮你抽一张 80241谁的 80241 好 就要我代表这个真学 是在北加州的校友回来的赠送 罗伯文 上来介绍一下礼品 称为世界四大名界 第一届是教皇给同于主教的戒指 第二个是MBI总冠军的戒指 第三个高校当中是MIT的戒指还可以 第四个就是我这个戒指 现在是百分之一百白金座 还有一个是我刚出的一本就是我编的 是我的学生写的 我们在世界民校 他们都先进了这大跟各位一样 都先进了这大 然后到世界各个民校 是这样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各位校友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看到这么多的校友 我是2006年开始在浙江大学校友总会工作 前前后后也参加了很多次的校友会的各种各样的活动 但是我可以说今天的规模是我所参加活动中最大的一次 非常地高兴也非常地荣幸 那么在座呢有很多校友都是以前熟悉的 有以前的也有以前很多的族院的学生 那么今天呢在这里这个卢会长说一定要 要我代表这个浙江大学的联络员这个身份来讲这几句话 那其实呢我觉得我这个联络员实际上就是希望联络浙大和我们北加州校友之间的这个桥梁 我希望能够做好这个桥梁和服务的工作 那么我在这里的主要任务首先呢是为学校以及浙江省 刚才我们浙江医科医学部的许正平主任已经讲了 就是如果校友有想回国服务的 那么我这个桥梁就可以联络起大家和学校和浙江省 另外呢如果校友们有因为硅谷是一个创业的发源地 所以校友们如果想